再来看到光复乡名代表王武奇 因为涉及会选初审判定当选无效而先行辞职 而现协委会也依照了选办法 由该选区的落选头林泰旭来逮捕 不过在两个月前突然中风昏倒的林泰旭 今天也就特别的亲自到场参加了宣誓就职 不过依照他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 也引发众人关注是否能够履行代表职权 监视人也就是明证处副处长李威 就特别确认林泰旭的身心心智证券权 也符合了公务人员选办法的宣誓条例 林泰旭宣誓有效正式就职 举代表宣调事实 两个月前突然昏倒 中风目前正不健康复的乡代表林泰旭 递捕上任乡代表一职 在宣誓旧职典礼上 林泰旭虽然吃力 但也在众人公开见证下 顺利完成宣读誓词 担任监视人的县府明镇处副处长李威 随后当面与林泰旭做一个确认的动作 为该选区落选头的相代表林泰旭地普上任 但依照他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 不免也引发众人关注 是否能胜任并履行代表职务 监视人民证处副处长李威特别表示 林泰旭心知健全 符合公务人员选爸爸宣誓条例的目的 林泰旭有效宣誓正式就职 公职人员身份的取得 并不会因为他身体有身脏或者肢脏 只要他有正常的意识表示能力 能够接受意识表示 能够为意识表示 然后为国家为人民来做公权力的服务 其实都应该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没有问题 林泰旭完成宣誓 正式成为第二十二届光复乡民代表 相代会主席廖义军 代表会同仁以及乡壮林清水等人 也纷纷上前 恭贺并祝福林泰旭也为他加油打气 同学 归队来 好 欢迎你 归队 欢迎你回来代表会 非常欢迎我们林泰旭林代表 欢迎他的归队 也期盼未来大家能够共同努力 与我们乡公所共同合作 共创地方福祉 为了我们地方不管是建设也好 还是我们地方上的公益也好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面对上级长官的支持 以及相代会同仁 乡长林清水的力挺鼓励 林泰旭和他的亲友家人都万分感动 妻子也特别怠念林泰旭的感谢声明 因为身体疾病 虽然行动有些不便 不过林泰旭在心知健全成熟的状况下 仍清楚明白誓词内容 以及所赋予的职务责任与规范 顺利完成宣示 依照选罢法宣示条例 及公职人员任用条例等相关规定 正式就任 具有第22届光复乡民代表之身份与职权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扰 视频 打扰 整体员